这个画面看了就很冷 那么回到家之后呢 很多人赶快把电暖器打开 这位大学女生就是这样 她很怕冷 一回到家呢 就开电暖器 对着小腿 对着身体一直吹 结果长时间下来 皮肤竟然出现了 一格一格黑色的斑纹 就像蜘蛛人身上的纹路一般 好冷 紧靠在电暖器前取暖 轰轰手吹一吹脚 是女大生香香 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差不多到距离 这样让它轰 离不开电暖器 就连躺在床上都要用暖暖包 甚至盖电热毯 长时间和热度亲密接触 竟让21岁正妹的小腿变成这样 一格一格黑色网状斑纹 就像电影蜘蛛人上身 让她吓得赶紧就医 很恶心 所以自己有吓一跳吗 有 还蛮害怕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出 这种奇怪的东西 它是一个温度 但是不足以引起烫伤 这样子的温度 那长时间暴露之下所造成的 有如蜘蛛人身上的黑色纹路 叫做火鸡红斑 因为让皮肤长时间 暴露在热源底下 造成毛细血管扩张 一旦大量黑色素沉淀 最快要半年才能恢复 除了用电暖器暖暖包 从事厨师铁匠锅炉工作 也是高风险区 尤其患有糖尿病 血液循环障碍者 更要小心皮肤病变 就大概用三个小时就换一个 那我们就没有用 没有不可以接触皮肤 一定要隔一个隔一个内衣 在家使用电暖器 要距离身体50公分以上 别连续使用 电毯可设定只开两三个小时 达到暖背效果即可 暖暖包放口袋 不要紧贴皮肤 以免造成低温烫伤 火机红斑 找上门 记者证人宗沙敏台北采访报道